伊朗和沙特又恢复建交大势级别 其实我觉得两方是数千年的 这种教派之内的不同的派别之间的纷争 一个蓄尼派,一个什叶派 世界大多数都是蓄尼派 包括咱中国,也包括东南亚这些都是蓄尼派 什叶派人数占很少 伊朗其实以前被阿拉伯统治过 它作为一个人种上的,一个种族上的一种优越感 它只接受了穆斯林的集中的一个教派 但它并不认同阿拉伯人的这种文化也好 它是瞧不起的 大唐时期,先去查 在陕西还有波斯王牧了 去查,当时是班旧兵去干阿拉伯 因为阿拉伯那时候要吞并波斯 古波斯就现在伊朗 等到在大唐和阿拉伯人对决在中亚的时候 高先知领导的,最后战败了 当时的阿拉伯人的统帅就是波斯人 你说这个时代多快啊 然后现在呢,双方在咱们天朝东土大唐 不是大唐,大唐 恢复邦交 其实这是一个给全世界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精神象征 就是说我能调节两方之间的矛盾 同时呢,我之前所提供的 俄乌之间的这种和平协议 也是有一定的法力基础和权威性的 其实呢,早在前两年 川普那个时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 这个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表率作用 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和沙特 一个是代表阿拉伯人,一个代表 什叶派 波斯嘛,什叶派 是一个无形地端 包括叙利亚,包括伊拉克 也包括这个也门,胡塞武装 其实呢,就是大家呢 相互之间的建交代表的是一种 名义上的一种象征意义 真正呢,其实我觉得 真正要披露的 其实就是咱们中方在里面能得到什么 然后我们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底层逻辑是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你沙特要产业升级 你不能管靠石油啊 中国其实大量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包括什么的 帮它在进行产业升级 包括伊朗也是 伊朗是缺少资金 缺少产业升级 其实这是一个共同点 也因此双方可以坐在一起 最终呢,卖这个面子 毕竟呢,我们能够帮他们实现的 这是最既得利益 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是非常好的 你要说人民币结算也好 要不军活也好 其实我觉得对沙特 沙特呢,保持在一个中立的地步 因为他不可能抛弃美国 不可能的啊 只要他能带一个中立就可以 伊朗呢,他除了俄罗斯 也就是我们中国 所以说呢 对于地缘政治之间的那种博弈 我觉得这次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